来看一下周三美股收盘的状况 道琼斯平均公业指数上涨490.05 报的是1240.45.68 调整坡500强上涨51.77 报的是1246.96 纳萨克综合指数上涨104.83 报的是2620.34的位置 而在周三的时候呢 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央行会通力协作 来支撑全球的金融产业 而同时呢 中国也爆出了会有可能宽松货币政策的消息 在美国方面爆出了好预期的经济数据 这三大原因推胜了美股在周三的大幅上涨 来看一下金融银行板块 那么金融银行板块呢 在周三的时候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那么主要呢 也是因为之前提到的两个原因 中国会放松货币政策 以及是美国和欧洲央行 以及是其他的六家世界大型的央行的会议 通力协作来解决目前国际市场的流动性问题 那么一些大型的投行像摩根斯丁利 MS上涨7% City Group上涨5.7% Bank of America上涨3% 而JP Morgan上涨6% Goldman Sachs上涨5% 好来看一下期货大宗商品板块 大宗商品呢 是由于美国方面利好的经济数据 推升了大宗商品板块 在周三的时候一个比较大幅的上涨 其中包括了Alpha Natural Resources 这一方是ANR上涨13% 2.5 Freeport Macron Corporate Gold上涨6.5% 而USDeal上涨12% JF2是AX AK Steel Holdings JF2是AKS上涨10% 而同样呢 也有其他的一些煤炭的公司 像Peabody Energy JF2上涨11% 在道指中涨幅最大的是 Caterpillar公司 世界最大的一个重型机械制造商 上涨7%左右 下面家公司AMR Corp JF2是AMR作为美国航空公司的母公司 在周二的时候呢 JF2一度是做出了破产保护的申请 那么在周二的时候 他们的股价大幅下跌了78%左右 而在周三的时候呢 明显有一个强劲的反弹 上涨了40%左右 那么导致这个原因呢 仍然是他们对 对他们这次破产重组的有效解决的 投资人是有了一定更大的信心 下家公司Sysco System JF2 CSCO上涨5%左右 同样呢 在周二周三的时候 单日涨幅最大的时候达到了6.3% 也是11月10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Deutschbank德意志银行呢 在周二周三的时候表示 Sysco System思科电子呢 他们的整个的网络的仪器 以及是数据库方面的 数据库方面的这个硬件 都是在今后的增长会比较的强势 在公司Netflix 第二方是NFLX 下错6%左右 是标普500强中跌幅最大的家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呢 是一个这个V6租赁的公司 那么他们也是被下调评级 从中立下调评级到了 不如市场表现 而也是报出了 他们今后的客户呢 会越来越少 那么报出这条消息的券商 是Wetbush Securities 同样呢 也是下调他们的评级以后 对他们的12个月的目标股价 现在调到了45美元的位置 好的 以上就是周三 华尔街个股的状况 下午再见